大家好,我是Shelie姐姐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茶壺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茶壺就是紫砂茶壺 原來他們是用紫砂礦土來製造的 這種礦土十分罕有 而江蘇剛好只有這種礦土 所以紫砂茶壺也是江蘇代表的物品之一 用紫砂茶壺沖出來的茶也是特別香醇的 我們也可以製作一個紫砂茶壺 放在家裡欣賞一下 首先我們要把泥分為兩份 一份比較大的 我們會用來製作茶壺的壺身 另一份比較小的 就會用來製作茶壺的其他部分 把大的那份搓成一個圓形 然後再用木工具從中間開始壓下去 我們利用木工具的弧度 把中間的洞慢慢地畫開 初步畫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手指公了 我們需要用到手指公慢慢把它擴大 擴大之後就可以用剛才的工具來修飾 這樣看下去 它就已經變成我們茶壺的壺身了 然後我們就會製作茶壺的手柄 我們首先把泥搓成比較粗的泥條 預計它大約長度 不要長過壺身 然後就把泥條貼上茶壺的壺身身上 用工具慢慢撫平它們的連接位 還有盡量填滿它的臉 黏貼後我們就用水和工具來撫平它的紋理 還有記得記得我們要撫平底部的連接位 要不然就很容易脫出來了 做完壺身和手柄之後 我們就做壺嘴了 首先我們將泥壓成一個三角形 立體的三角形 然後底部比較闊 用手指輕輕輕壓它 壓得它變得扁平 現在就會變成一個梯形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的黏貼 將闊身的那邊 就貼下去我們的茶壺的壺身 我們一樣用手指工具和水 撫平它們的連接位 和填上那個紋理 最後我們就用木筆工具 在壺嘴轉轉轉轉一個洞出來 看下去就好像可以倒水出來 這樣我們茶壺的壺身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我們還要弄來茶壺的蓋 替了茶壺的蓋 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厚的圓形 我們就把泥壓成一個圓形 然後慢慢修飾它的形狀 之後我們搓一個立體的橢圓形 貼上去 就會變成我們平時看到的茶壺 我們現在把蓋放上去 蓋是會掉的 我們需要搓一個泥條 它的長度就跟我們茶壺的戶口差不多 然後把它黏貼在我們茶壺蓋的底部 這樣就可以避免蓋子會掉出來 這樣我們就已經完成了整個茶壺了 我們就可以等夠泥乾了 乾了之後就可以上色 再加上色 上色的部分都是自由創作 但是記得顏色不需要加水 還有洗了畫筆之後 需要用紙巾印乾畫筆才好上色 第二日等顏色乾了之後 就可以上光油 讓顏色保存得更加漂亮 江蘇還有很多特色等小朋友來發掘 不知道小朋友眼睛的江蘇是怎樣的呢 今次比賽優秀的作品會參與大型商場的展覽 更加會有機會贏取豐富的獎金獎品 還可以和江蘇的小朋友交流你們的作品心得 期待見到你們的作品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